北京时间7月6日下午,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上,随着大会主席敲下木锤,位于杭州渔航的梁祖古城遗址,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,这也标志着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时政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。 据了解,梁祖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渔航区,地处中国东南沿海、长江流域、天木山东路河网纵横的平原地带,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利与信仰中心。 自1936年梁祖遗址视觉开始至今,梁祖古城的相关考古工作不断取得突破,目前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、外围水利系统、分等级墓地、寒祭坛和以梁祖遗址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员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。 其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,分等级墓地、寒祭坛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摇山,以及城址内的返山、江家山、文家山、汴家山等,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。 当天,众多杭州市民在梁祖博物院前观看直播,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,并通过歌舞表演庆祝深宜成功。 太兴奋了,太兴奋了,因为我对梁祖也是非常有感情,作为一个屠生屠杂的梁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今天终于梦远,杭州、宇豪、梁祖,欢迎各位来参观旅游创业,因为这里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圣地,活力双创之城。 我觉得这种感情肯定是有感染的,就是说尽管你做了很多准备,但是你内心的情感在某个时刻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掩饰的。 因为它的遗产价值就是在这里,我们说它的遗址的完整性、真实性,还有它的普世价值,都是完全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,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财产。